所以单页的Google Map在云端上都有可以看到 而且程式码在这边 基本上长得就像这样子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是 做的流程一定是先找个地标 有没有 也许是朝近公园或者什么什么地方 然后再做什么 先插入一个JQ Mobile 一定是JQ Mobile的页面 在这个页面里面插入一个DIV 在这个DIV里面给他一个 那个DIV的ID ID一定要给 也许我名称叫做MapDIV好了 就给他一个名称 将来的话再加一个CSS 有没有发现 你如果没有给一个CSS的话 他不知道说 这个地图要多宽 多高 有没有 然后那个框框 所以我们建立那个CSS 才可以去设定这个DIV的大小 跟它的外框 所以我们其实只有做两件事而已 还有印象 所以你把这个定义出来以后的话 那将来地图就会放在这个框框里面 而且这个框框我觉得蛮方便一点 就是说这个CSS里面的Wise 它的宽度有没有 你还可以设Auto 也就是说你在手机上面 跟在平板上面看到的 也不会有差距太大 为什么 因为它会自动去调整什么 你的宽度大小 我觉得这个部分 导致用那个 就是用 直接用那个JQ Mobile 来做Google地图的优点 如果说你今天 是在那个原生的方式 撰写这个部分的程式 它会非常的复杂 光认证的话 你头壳就很大了 好那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做完之后 第二个的话 你要先知道那个 潮进公园的那个 纬度跟精度 前面是纬度 后面是精度 然后呢 怎么会知道 找到也许是某一个地标 Google搜寻一下 那这边的话就会知道 它的那个一个地点 按右键就可以知道 这里是哪里 它会给你一个纬度跟精度 前面是纬度 后面是精度 再来建一个MapDiv 这个上礼拜的重点 再来 可能各位比较会有问题 就是如何新建一个什么 CSS 记得哦 是在这个面板 记得哦 因为可能有些同学 对那个Dreamweaver不太熟 CSS怎么建立 记得是从这边 它有个加号 有没有加号 然后呢 新建的时候呢 因为我在Div上面有一个ID 所以它会自动去抓到这个ID 然后仅此文件 所以将来会把 最后的CSS程式码 跟我们的index.htm放一起 而且是放上面 所以你会发现在那个 我们的程式上方会多出 那个CSS语法 当然也有人怎么样呢 把那个档案的位置 另外独立出来 比如说叫Map.css 可不可以啊 那将来的话 那个档案里面 就是放你的CSS 你也可以独立出来 就看各位 然后针对ID 去指定那个Map 然后其他的话就是方框 它的外宽 那之前我 外时是设那个固定的宽度 不过后来我改成什么 Auto 那Hight的话 基本上会设定一个高度 比较不会设Auto 因为这个高度可能不太确定 那你可以设大一点 会比较OK一些些 然后方框跟那个边框 设定好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把那个 我放在云端上面的那个程式码 复制贴过来 那主要 特别注意 有两段程式码 第一段的话 就是引用那个Google Map 其实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的话实际上 它就是直接 到Google Map的网站上面 去把它引用进来 里面其实是固定的用法 所以你把这一段 复制 贴到那个 也许是Head上面就可以了 再来把那个 我放在云端上面的这一段 这个是地标的位置 基本上里面 就是我们去取得 我们在那个 网页里面有个Map DIV 丢给这个物件 然后取得我们的 纬度 晶度 这个纬度 晶度 然后就把这个纬度晶度 放进来 缩放方式可以修改 就可以把这个地图 给显示出来 那这边的话 预设是Road Map Road Map就是一般的 那个地图 当然你也可以做 卫星地图都没有问题 这样的话 我们地图 就可以显示出来了 其他的话 这个其他方框的设定 等等的 可以做一个修改 程式在这里 那这个是上个礼拜 单页的Map显示的方式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要继续来看 那个多页的显示方式 所以在下一个 那多页 请各位直接看动态好了 因为同学 可能用多页面 这个是用那个静态的方式 就是你做一个 再做下一个 再做下一个 连结 连结不同的 可是这种方式 可能会有问题 为什么 就像同学会遇到的 可能第一页可以出来 但是你如果再跳回去 再跳第二页 第二页出不来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更新 那特别注意 为什么它没有更新 因为在那个 我们JQ Mobile里面 它预设的那个 预设的模式 它是用那个Agents Agents AX J S Agents就是非同步的 也就是说 你切来切去 它不会什么 重新整理 所以你会像同学问说 为什么没有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 地图又出来了 所以 如果你要做静态的 你还是要写 写一段程式 就是让网页重新整理 再不然的话 你就是要把Agents 给关闭 它Agents预设是为True 你要把Agents 改成False 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可能 不是比较好的方案 我比较建议是用动态的 所以请各位等一下参考一下 那这个动态 我上个礼拜 好像有跟各位讲过吧 主要会有几个 就是修改 这个动态的方式 那里面的话 比如说 我今天 会需要有两个页面就好了 一个页面是首页 一个页面是地图 那首页里面的话 也许你有找几个景点 当他点击的时候 这个做一个List View 点击的时候 跳到这一个页面 就把这一个页面里面的什么 维度跟精度 传到地图里面显示 那当他切回来之后的话 再点击 他要动态的给一个 然后呢 让他重新又更新 把那个地图重新更新过 那里面的做法 我想请各位稍微把 这个部分做 就是看一下 那等一下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多地图的显示方式 OK 那请各位来试一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哦 好 好 好